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樹齡 又白耳 鏡花先生 夜人者 韓馬仔 終於 我覺得 我收舊的金貴 我看得很痛苦 我想說 我今季的感想就是 那些不是動畫那些 反而是最好看的 雖然都是只有那一套 我真的想說哪一套 我們稍後再說一說 動畫那些 我覺得的感覺像是那些 日常版 難民那些反而比較受歡迎 不是那些 平平飯飯 我也是這樣說 那些你不會對 日常有什麼要求 日常就是日常 但超日常 你對超日常是有需求的 你現在還對超日常有需求的嗎 所以結論就是 我們要保住沒有要求的 生活體動畫 我就可以豁然開朗了 有時候都不是的 有時候就算你沒有要求 看上去都是飽鬼火的 那這些突破下限的 從來都沒有辦法 那 今季其實 我 很多都很 平凡 其實我覺得 你又不是說很差 很差 其實是 那不是平凡 有很多 應該說 我只有分到就是什麼 只有一兩套 我覺得叫做 啊 不錯 但不是說好 但我覺得是不錯 但其實那些 就是平凡 還有就是 真的我覺得 看完 我都覺得 我的人生 是不是經常都覺得自己賤命長 不是 你會覺得地球真的很多資源浪費 那些人用三個月時間把垃圾拿出來 你真的會覺得 我覺得真是悲哀 其實 那些作品的質素 的下限 真是 老實說 我每次都要過一次 下限真的拿來突破 但真的 他每次都可以突破 都可以說 厲害 突破下限 是一種天份 一種努力 你知道嗎 你要認同他的努力 我們第一套要說的 這套作品 坊間就覺得 OK 不錯 但我覺得 就是 為什麼他會被人 我在意的地方 不是說他是不是 他真是一套好作品 我在意的地方 反而 為什麼那些人會覺得 這套作品是不錯的呢 屬中無大將 當一個世代 這個題材凋零到差不多沒有的時候 有一套這樣的正式 合格了出來 就會覺得 這套都不錯 我覺得很正常的結果 你想想 這套動畫 我首先說這套動畫是什麼呢 黑鞋這套 這套 這套機械人動畫 你再看一看 這套機械人動畫 是什麼機械人動畫 一套4集之後 被人腰斬了 第2集 三星星是你 你很難不覺得他不錯 他至少播得完 就是這樣說 機械真的很低 真的很低 但我覺得這樣 我看完的感想 就是一套 不特別好 但又不是很差 就是一套很普通的動畫 我只是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這套作為一套機人片 PA Work 首次挑戰的機人片作品 我會的感覺就是 他走不出了 不是說機人片的教育 他走不出了PA Work 他一向做開的風格 他注重了在一些機人片 不必要細講的細節裏面 我不會介意 我介意的一些 和機械沒有什麼關係的 日常校園生活 或者這樣說 這套作品 黑鞋這套作品 他講的故事 其實他要寫得好的話 其實他要講很多 我稱之為政治戲碼的故事 但是他將這一部份的劇情 簡化了 而將時間給了去 就是一些什麼 非故事主線的日常角色部分 他分了過去的那裏 這些是PA Work 本身做開的動畫裏面 慣常會做的東西 但是他在一套戰鬥的機人片動畫裏面 似乎就令到主客就模糊了 講得很好 看完之後感想 其實他是一套PA Work的青春劇 但又不是我看過PA的青春劇 因為他放了很多時間 做一套很正確的機械人片 叫做宇宙與地球人的大戰 一些戰爭上的東西 結果就是正如粵帥 所以說兩頭不到岸 機械人那邊的格局不夠大 不夠刺激 青春劇有些角色不夠笑 我會用他和另一套作品 去做一個比較的 Captain Earth Captain Earth都很注重的是什麼呢 他都是一個叫做 地球的危機 有一班少年少女 去負責 不過人數當然 這件事不重要 而中間裏面 他都講了很多青春 或者是他們生活向的東西 Captain Earth裏面 其實就是什麼呢 他兩邊都討好不到 而就是 他本身有很多 就是他fix不到的問題 他用了一些 很硬來的方式去處理了 而黑鞋他這部份 其實他好少少的 因為始終黑鞋那裡 其實 我主要說PA Work 他是有study過 一套基人片動畫 需要什麼的元素 而他也都沒有去留意 就是任何東西 因為他不是在拍一套 就是超級系的基人片 不是說熱血或者氣勢 就是可以解決一套問題 就是熱血就爆氣 他真的不是在做這件事 他做了很多 屬於真實系向的基人片作品 所以其實很多 無論是一些設定的細節 或者是一些限制 他有留意在這套作品裏面 我只會說他做得幾公式 因為我覺得是始終首次嘗試 首次嘗試的這個部分 所以是有少少 你覺得是教科書味道在裏面 尤其感想就是 我看這套動畫一直追下去的感想就是 基本上他會出現的情節 或者下一秒會出現的 我懂的心理轉折 都是我全部猜到的東西 因為就有這麼多人看動畫 我一直都在看這些東西 所以是沒有任何的新奇地方 還有我真的很想說 我覺得那些機械人 外星人的敵對設定 那個戰艦的設計 還有那些人的魔鬼面具 很復古 有很多人覺得那個戰艦的樣子 是你最以前看到的那些 幾個天王坐在一起 圍著波轉那些 很復古 那我講到剛才故事那裏 其實我會比較介意 就是他比較 有一個很維和的好 尤其是看這幾年的機人動畫 主角是一群青少年 一定學完生活 問題就來了 外星人打到來的時候 我們搞學圓制 我們去拍電影 你會覺得那一集是完全 和你之前那幾集的緊張感 是不在乎的 這也是我提醒的問題 就是他走不出了PA World 他本身的價格 其實這一套作品 我為什麼說他會 幾教科書味道的原因 因為其實你看回 就是近年你說幾套 幾突出的作品 其實你看到 就是翠星 阿邦尼斯盧 這幾類型的作品 其實你這套畫面 看見那個影子 都是地球的 就像阿邦尼斯盧 那個劇情一樣 側重了那個劇情 就是什麼呢 變成了其實 如果黑鞋的作品 其實會變成了 地球政府那一邊 知道了這個黑科技的東西之後 開始的一種角力 還有就是 知道就是 男主角時晶 這一個 這麼特別的人類的出現 會產生的問題 就是好像 其實阿邦尼斯盧 那個橋段 會走向就是什麼呢 這班少年少女 被迫地 他們一定要踏進一個 他們未知的 戰火的世界裡 然後他們要去適應 就是這班在學校生活的 和平已經在不在了 好奇怪 這部動畫裡面 其實它是有講過類似的情緒 就是你可能要研究一下 時之介 就是一個特別的人類 會研究一些外星 黑科技 但是最後的感想就是 輕輕帶過了 水過壓背 然後庫山是萬能的 其實世界終身在庫山道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決定都在庫山做完 那就行了 沒辦法 在庫山道 本身的設定是 因為那顆很重要的石 在庫山下面 那我要找你 沒辦法解釋 這個地形問題 然後你說 什麼學校問題很簡單 上一集說研究你 下集其實呢 我們現在不夠人手打架 所以你出去打 因為這個位 其實你會再用另一套作品 去和他比較 就是剛才我提過的 翠星 翠星裏面都是說 主角都是進入了一個 他不認識的 就好像時晶 他 阿劍之介 他入了一個 突然之間他由古代 蘇醒之後 去了一個現代世界 他那些東西不認識 他有一集 一兩集 他很強烈就是 他不適應這裏的東西 但是 他和角色建立關係的方式 那個信任 你看到就是 這個我只會說 是 都屬於叫做 手法高低的問題 你看到就是 翠星裏面 他們是怎樣 慢慢去打破這個格幕 而 你看到呢 在黑鞋裏面這個格幕 是 有些 少少理所當然地打破了 但是 這個理所當然 我不是說他可以了 只是很教科書地說 喔 因為我見你沒有惡意 然後 一個沒有事識的單純 所以說 我接受你這個 的 就是 很 因為要解決 因為要解決 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有點可惜的 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一個劇情 可以發揮的地方 但是 他好像從來不打算 當成一個重點去說 尤其 因為這個位置 我覺得問題就是 他始終不想 將那個衝突 我稱之為 劇情的衝突 這個是其實 在故事裏面 各方面 無論 時晶 他對 黑暴的部門裏面 的一些不滿 因為車子是他的 在他的年代裏面 這個是第一個衝突 車子 如果你說 持有物 來講的話 他認證 他是駕駛者 在理論上 一個很 concept 人類的 我們 他認證 物主是他 你有什麼資格 但是在政府來講 就是 神經病 政府法例 就是 我發掘到的東西 在我國土裏面 那件東西就是我的 哈哈 那你也是臣服於我之下 你在我國民 你在國裏面 國的資產 反而我自己覺得 最可惜的一個 其實是 有一個位置 是理念上的衝突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 本來是劍之駕市政 和Sophie 他那裡在爭論 什麼為之是仁義 什麼為之忠誠 其實這些是 現代人和古代人 在一個武士之間 是一個很大的衝突 這裏是很有戲劇張力 真的很快帶過了 大家講完兩句 三句對白之後 就不打算再有深入討論 劇情又不見到他們兩個人 因為這樣 有什麼理念的衝突 很可惜 應該這樣說 就是在故事裏面 其實每一個 這套東西其實 他比較側重 就是在角色那方面 剛才 鏡回來也說了 就是一些理念的衝突 剛才我們說了就是 在時晶 他由一個古代武士的思想 帶入了現代裏面 其實你說Sophie 那個角色 其實他是在說一個問題 Sophie其實是 他對時晶有好感的 就是因為 因為他覺得 時晶是忠實地 承繼了日本那種武士精神 當然他有一些 叫做 有些食股不快 因為是他那個年代 一定需要的思想 但對他來說 他那種忠誠 他那種謹直 其實是 那種武士的精神 就是Sophie 對他有好感的契機 這件事 這件事我會是做到的 其實 角色裡面其實 最有趣的是 他很多東西是 點到即止的原因 在於什麼呢 他不想把關係複雜化 因為其實你如果這個位置的推演下去 就是什麼呢 Sophie其實是會愛上 時晶這個角色 不是喔 我不覺得他有什麼愛情 不是 他會 因為對他來說 因為Sophie這個角色 其實他來日本 他是一個合理的發展 應該是說 而對時晶來說 時晶對 有其內 這個角色 他喜歡 首先就是投射 因為他跟公主 他一直侍奉的公主 雪姬公主很相似 所以對他留意 而他認知到就是說 公主和有起內 是兩個不同的人 到他用一個叫做 男性對一個女性的身份 去覺得就是說 他喜歡上他 這些的感情 其實你叫做什麼 因為他 有意識地知道 這套有基人片作品 而他好像很想 極力就是 他自己寫這些故事的本能裡面 突然間不寫 但是他最終就是什麼 他下意識地就是 將這件事 最終他就是導向著這件事 而變成就是 沒有了中間裡面的感情關係 就是那個人就說 我喜歡你 其實是這樣的關係 還有其實就是 正正是這個奇怪的地方 如果是 我剛才你說到 有一半日記人片 有一半是青春劇 其實青春劇好看的地方 一定是講人的 一定是講人際關係的 但是這裡就是 正如樹齡所說 不將人際關係複雜化 但我覺得 那個感想 最後出來 不但不是不複雜化 就變得很平面 尤其 剛剛說Sophie 和劍之介的一個例子 到這個愛聲梨 和雪姬一樣的樣子 到劍之介 對她複雜的感情 不知道應該對這個人 是當成我的敵人好 還是真的雪姬好 你見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其實這個其實是 PWD典型的複雜的戀愛關係 時貞和游氣內 Sophie和時貞 而赤城和游氣內 然後你連了 其實這裡是一個 很多的多向的感情故事關係 但因為這套 她按著自己說 不行的 這套是一套機人片來的 我不可以說太多愛情的東西 而變成就是 你明白這件事 剛才清出片 不是問題 我們看清出片 我們明白清出片 但問題是這套東西 可能只是機人片 不是普通機人片 機日片 可能是黑白兩島 簡單 它這套不同 地球有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政治組織 即是就算你說 可能幾個人抓機人 他們不同國家 又不同的軍隊 不同的上頭 國聯 美國 中國 很多勢力 外星人 又不同的勢力 地球人之間 沒事的看法 美國軍隊又沒有軍隊的看法 你這樣說下去 他不是普通電影劇 他可能有很多政治 起碼 或者他身份上的問題 他可以兼顧著 你可能要他做複雜的 他一做複雜 就不是清出劇 問題不在於 他清出劇的部分 是不可以加進去 因為其實人際關係 都可以加進去 因為他有不少 我剛才提到最近期的 阿邦尼斯羅 也好 翠星也好 他不是不可以加進這些關係 依然可以令到戰鬥是好看的 而問題就是 他加入了這些關係 他沒有把這些關係 跟故事的主線 你好像很簡單這樣說 就是 尤希奈和時貞 他們迫於無奈 沒有 因為那部機 黑鞋 只是你們兩個可以拿到 那沒有辦法 但是 他們由一個拍檔 是怎樣在中間裡面 無論經過戰鬥也好 中間裡面 他們怎樣去加深他們的關係 他們不是在戰鬥裡面加深 他們是故意開一個日常媒體 去加深那個關係 這個才是 他浪費了故事劇情 為何會做不到 剛才有馬所說的 中間裡面一些 那些國際之間的關係 令到他們 可能 無論跟他們的感情也好 或者對他們的 意見不合那個影響 而 你赤城的例子 赤城在於一個就是 他跟軍隊無關 他純粹是一個學生 叫做什麼 原本是 在平常生活質的角色 怎樣去 他想去 因為他喜歡遊戲 他怎樣去 他想怎樣去特意努力去介入 其實你這個位置等同於 就是什麼 你Eva類似裡面 都有些劇情的 曾治那兩個朋友 他們都會說 最終他們都會怎樣加入 怎樣影響到對方 大家 成為了悲劇 Eva裡面 所以 設計很開的 你是平民 不差別鐵針 到最後你不會和自己說不 而你赤城就是很理想的 他突然 他是很想在時晶手上 能夠搶到 遊戲內的注意 不是說他的愛情 而他也是很簡單地放棄了 他的決心 他的決心是 叫做什麼呢 如果他是這麼容易去放棄的話 你不要演他出來 這個也是我想到想說的 其實我整套最大的評語就是 既然你不打算這麼複雜的話 有很多設定其實是不需要 甚至有學員的線是不需要 學生的印象是近乎零 因為你會說中間的人 要走路了 離開這個城市 因為經常打來 那你學生走了 學校封廢了 所以要上學 我完全不明白 因為地球打到來 明天要打罪我們今天加學員制 你把兒子真的 你說可以走不到 他不需要學校的部分 依然你說 代表日常質的這些角色 都可以穿插出現在 但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筆物 如果你不想說的話 如果你想說的話 其實你可以說 一開始你已經說赤誠 就是怎樣去 可能求他爸爸幫忙也好 他都要成為關係者 他想成為關係者 和有期內的連結更加緊密 即是自然去做 各研究所裡面的 負責員 你見到就是 因為現在一套基人片 他不是一套青春劇 其實我不需要一個 空口講白話的年輕人 不停在吹噓 都不是吹噓的 不停在吹噓 做一些無謂的努力 講自己說 我有幾強的信念 但其實你最終告訴你 你的信念是 你會被你自己放棄 那意思就無了意 OK 我們回到研究所質的故事裡面 他都是PA Work 那種就是說 原本 剛才有馬也說 我們會想看的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想看的其實是 一些角力 因為始終在一個機構底下 就算由其內的媽媽 是研究員的所長 也好 他有的權限 也是有限的 但你見到就是 這傢伙 是會視無理會 說 反叛嗎 來吧來吧 不要緊 都不會死人 你知道 這裏是PA Work的作品 不是 是會死人的 研究所裡面的人很慘 一直被人一天捅死了 或者一天射死了 不停死在路人甲裡 死的也好 被人洗腦才恐怖 變成食物人 真是 變成食物人 真是慘 還有侯心醫生 他研究的東西 這傢伙是 這傢伙是什麼呢 在這些故事套路裡面的定位 他基本上是一個 理性主義或者研究者主義的人 就是告訴你 沒有的 我知道是殘忍的 為了世界 那我當然要研究的 那只有你一個 沒有問題 不是你有沒有問題 我一定研究你了 你死硬了 告訴你 這個故事裡面其實 黑鞋的故事裡面其實 是幾 很殘酷的 其實這個故事裡面 因為 到了發現 去到終後期發現 就是時晶 其實他是人類 但他也不是人類 其實他是 他是一個非人的存在 而到其他的 無論公主的複製人 出現了 出現之後 再加上 原來 跟著 只要能夠操控黑鞋的人 就已經不再是人類 其實這裡的故事 其實是很沉重的 他講的其實是什麼 而中間去到後面的劇情 也都講到就是說 政府是打算 將這一幫人 是當 研究生物 去處理 他已經不再當他們是人 所以其實你說 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期內的最後 他講到想一起帶他走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其實是什麼 某種意義上 其實是一個好事 因為你留在這裡的話 如果以那個故事的脈絡的性質 他一定是成為一隻爆老鼠 所以故事裡面就是 他很多這些叫什麼 黑暗的劇情 應該說 會創造到衝突 這個所謂制度的黑暗 去到某個位置停住了 沒有的 其實我都 固然制度的黑暗 其實地球裡面的政治器碼 是可以做 我還覺得可以接受他選擇 不做 但例如有些位置我是不明白 其實既然他不打算 搞到這麼複雜的劇情 為什麼要做這些設定 例如外星人和鬼的設定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這個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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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近代的機械人作品 或者近代的 都不是完全只剩下機械人作品 其實范子其實很多 就算魔法戰爭類作品 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他創造了一個 沒有可能解決的局面 而這個沒有可能的解決局面 他用了一個就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 我打贏了 就OK了 這件事在明眼人 或者是觀眾的角度來講 你只要有想到 這件事是沒有解決過的 你只要說 聖者為王 我說了 就是我贏了 所以我作主 他將教育收縮到 就是解決了一個事件 這個不是這樣 就是你贏了這場戰爭 但是你沒有 你贏了這場戰事 你沒有贏了這場戰爭 你沒有解決這個戰爭的根本問題 尤其是他故事出來表達的方式 就是告訴你大家同心協力打外星人 那就解決了整個故事 對 他也有這個問題 不過叫做什麼呢 就是 P.A.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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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 地球 只是 這班外星人的其中一個目標 不是主要目標 就是 不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寶物 就是全星球 總戰力 總戰力就載到地球 就是一個魚翁 三往四圍 派人出 剛剛去到地球 只是其中一個支部部隊 而 他也是說什麼呢 其實他 如果要套一個印象 就是真Catter 入了三一世界 裡面的 大家最後 全部三一世界 的 不同世界線的 真三萬兩俠 去對抗這個 三一射線 不是 有幾目驚人都是這樣的 最後 主角 情侶會分開 所以我說這套是一個好教科書 當然你說 他也是避免了 他叫做什麼 用一個叫做什麼 少年 解決了這套的戰略 踏上征途 好像是他做什麼 我有了得到一些東西 我就可以繼續成長下去 或者我可以繼續去面對更大的戰鬥 不是 他為了保護 他這和真三一樣 三一就是 龍馬他們知道 就是 這場戰爭 只是這個宇宙 這個界線裡面 的戰爭的結束 但其實 是未完的 這場戰線 是需要有人 再去踏前 所以這一個 作為 他們作為前輩 就是自己 勇於去面對 進入這個世界 就是對抗 留下年輕的一部 就是 這個世界就交給你們了 那邊的戰線 就交給我 等我去處理 這裏其實也有這類 這樣的味道 不過我最後表達出來 感覺只是私奔失敗 怎麼看 這兩個人 只是吐痛了這個機器人裡面 那些CP 都被拆散了 命運 應該說 他本身就是 因為 他不 我覺得 未掌握到 其實是 所以每個 那些位置就是 為什麼要拆散他 就是找個就是什麼 突然之間 就找個人 去拆散他 然後說 其實我也想要放他 然後你的問題 又說 為什麼你不放女兒 呢 既然你要假裝 你是不是應該 做足 對 我本來想就是這樣 怎麼知道他又 哎呀哎呀 真的放不到女兒走 哎呀好像搞得自己很認真 因為他這裏 他也是模仿其他 其他 一些經典的機器人作品 就是什麼呢 女主角 等待男主角 的時候 他都再踏上樁去尋找 男主角 這個橋段 是 是很公式的機器人橋段 其實是一個 我完全懷疑 這一套 十五周年 這套PAWorks的十五周年 其實整班人就是覺得 哎呀我們以前 真的看很多機器人路一帶 我們整班人都是 我們十五周年 應該做些不同的事情 拍到機械人片 就是我們覺得 以前有的 情節有的 最懷念的東西 放進去 就是一套機械人片 所以這套 這套東西其實我覺得是 真的 我是好看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好看得出 我不肯定 100% 但是在我的感覺裏面 的確是 我似乎製作群是拿著一本 教科書 去寫這個劇本出來 所以叫做什麼呢 他很多硬性的位 去到某個位置 他真的會終止了 其實是會 所以我相信我那個復古的感法 就是我覺得 好像這些東西 那麼復古 應該是這樣的原因 你很簡單 反正麥鬼的角色 就好像不同的機械人片裏面 那一個神秘幫手 不是 然後接著就是什麼呢 這個神秘的幫手 他會帶著一部機體 合體 然後令到機體能夠獲得 飛行能力 坐權人 坐權一隻戴面具 這個是傳統來的嘛 暴露勇者系列也好 高達也好 最後一隻對譯可以飛行 他已經算好了 我本來以為那個坐權人 是I am your father 原來都沒有那麼老土 他也不是 爸爸是發現了這件事 都是很典型機械人片的作品 就是爸爸死不死這件事 就封劍猶人 原本應該爸爸挖了一部機 給兒子坐 不過媽媽有部機 給女兒坐 其實應該只有爸爸挖了一部機 最後都是 沒有分別的 而很典型的 其實時晶就是追求一個女性 然後這個女性叫做什麼 以為她死了但她回生 其實是很典型 洗腦在敵人那裡 無論 我隨便舉一套例子 現在神文合體 這類型是很多的 所以我看到 其實如果觀眾是機械人片的支持者 有看過過往90年代 90年代 開始在機械人片 其實你會見到這套東西裡面 你會找到很多你可以舉得出的例子 逐個逐個舉都可以 所以其實我不能夠令我適宜 她真的拿著一套教科書的形式 去創作這一套的作品 而這套作品就是 本身 有PALA自己濃厚青春劇的影子 在裡面 變成了一套黑鞋出來 還有我想最大的問題是 她拿了一本教科書 但她沒有讀通了一本教科書 其實最後是 她搬了很多 我們覺得機械人很熟悉的元素 但是全部 都沒有發揮得好 然後變成一本東西 就覺得 好似什麼都不湯不水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她也是 剛才說的問題 她是PA work 所以PA work寫這些東西是會 去到某一個地步她會停的 無論你風平浪靜那些也好 去到就算什麼 多慘也好 去到某個位置就要停住 可以了 夠慘了 不要再慘下去了 Stop 然後要去一個happy end 你風平浪靜也是的 我對我們來說 那時候她說 起碼死三兩三件 那個位置 你沒理由不死人 但最後全部都沒事 這個黑鞋也是 那些主角群全部不死 我心想旁邊那些 在研究所裡突然 誒 為什麼那個人出來 哎呀 插死了 那些人很慘 有時候她做到 是不死反而是更悲劇的 你知不知道那個位置 其實有一個研究員 最後推出來 然後說一句話 你知不知道那個位置 我想到什麼 宇宙騎士 那個賣 那個不是D-boy的劇情 那時候 嘩 你開頭的語樂騎士 劍之駕記憶跟別人不同 然後每一次變身的時候 總是覺得 對面 我想對面有一個是雪姬 其實在蒙著面 是不是你的家人 爸爸媽媽 D-boy 我覺得 所以說這套東西 根本上 我看到的元素就是 它是同一套基人片 致敬作品 其實差別不是很大 終於發掘到一個 它要看的方向是什麼 抱著一個 大家一起懷舊的心態去看 一個向機向致敬的動畫 那就可以了 開頭就說 屬中無大將 這個年代 所以其實它是很 很跟走向去做的一套作品 而那些角色 我會這樣說 你唯一的看點 只能說 角色的性格 和角色的推演 但這一部分 就是因為 Pierre在某些位置上 暫停了那個黑幕 或者暫停了那種 那種叫做權鬥的東西 令到就是這個作品 平留了就是在表面 不會黑暗 總之就是 怎樣黑暗都好 會有一個credit給你 不是 它報了很多 可能會有很精彩發展的目筆 但最後 stop了 沒有了 最後都很簡單 你會預期它之後 會有些很超戰 或者很超級的劇情 其實很多人覺得 其實是不是有劇場版的 因為這套東西好像是 還沒完 其實 我看完之後 就說完了嗎 又好像還沒 如果你從整個大的故事去想 其實只是很少的戰線 只是一個 其實真正的氣肉 是之後真的去重動 反攻回去對面的星球 全球全球全球 這個劇情就是天然突破 YES 我都想說這個 你是不可能 不是誰 我不是說他 我不是說他去抄 或者是機器人片 但是你看到就是很多 這些橋段的東西 你那一節抽出來 其實機器人片 你都不可能這樣抽到 但這套我可以抽到出來 它每一個部落 我是可以套回一套 經典的機器人動畫的那個情節 落回去那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 人們覺得 好看的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頭蛇 但我覺得這套東西 它還沒去到差 但我會覺得 我好像在喝水 同意 最後 還有最慘的是 就算是 PSC的一樣東西 是不走不甩的 這些作畫是很好的 我都覺得這一套 作為一套以武士為主題的機器人 正如一開始新翻的時候說 其實是在地面看他們拔刀戰 用劍打那些好看的 他們後面越來越多飛行戰 越來越多宇宙戰 我覺得反而沒什麼特色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 也很正常的 你由地面戰打到空中 再打宇宙戰 這也是一個正常的進程 我知道 你沒機會升級 機器人和Waterson都是這樣的 但真的沒有一個特色 但你地面戰才能表現到 武士的設計 有什麼特別 戰鬥那裡有什麼特別 但是宇宙戰沒有了 那就可惜了 飛行戰沒有了 所以看上去那個感覺 戰爭當然你說機設裡面 最多人救病的 我都相信是機設那裡 因為很膚淺地說的 就是一套機器人的成敗 往往很多人都是以機設 去做一個分水嶺 他應該遷就電腦作畫 所以機器要立方體 可能容易勾線 容易整個3D沒了出來 所以看上去 那些人就覺得其實 戰鬥呢 他就真的 可能 我想PAO也知道 就是他未擅長去到這一方面 所以其實那些人就說 那些人都會覺得 其實偷奇是偷得很厲害的 那些戰鬥 也都是這樣 所以那些劇情就質重了 在人的方面 但人的方面 他就不是說一個理念的衝突 他純粹是說 就是 生活的衝擊 好易見的 因為他3D作畫 他不跟以前的人手配 可以說到 你的機器人有什麼特別特寫的角度 沒有的 都不是的 如果這樣說 翠星Chamber 都是3D 我猜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那個機器人的設計 要多一些動作 他有做多一些 例如拔刀 拿人家把刀 砍人家 那些 肢體上多一些運動 所以我想他的機器人設計 不能夠複雜 是這個原因的 我覺得這套作品 對PAV來說 是一個 它屬於一個試驗型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才會不介意 去套一些 他們認為機器人片的一些 教科公式的套路 下去裡面 對他來說 我覺得這套 這套15周年 預期說是紀念作 不如說是試驗作 其實確實是 因為他之前沒有拍過這些 他拍過戰鬥向來 但是沒有拍機器人 加闊自己公司 似乎是想加闊自己公司 其實都是好事 的套路多於說 他這次是有野心去拍 不得這套 即是他要拍一套代妖作 這個我覺得是事前準備 其實是 史羅伯克也好 到這一套黑鞋 都是他以前有一些 他拿出來的青春劇的成品 再twist了一些東西 放進去不同的東西 史羅伯克是比較成功的例子 那黑鞋就變成是 一層疊一層 但是兩樣東西 不能夠並存 青春還青春 機械人還機械人 那就奇怪了 那這個是另一件事 但是之後 如果他們訓練到 原來其實這樣拍是ok的 我們公司可以畫到 這套動畫 那就拍多些了 所以就是說 這套東西唯一 我覺得你說 我唯一會救病 就是他的一些 所謂轉字劇情 全部都特立 因為就是他沒有去掌握 無論就是 我舉幾個例子 就說 遊戲內的老爸惡人的死 那隻鬼說 其實很危險的 你沒問題 沒問題的 一定掉不死 他說 他掉死了 你以為爸爸死了 什麼特別大劇情 沒有他逛街 他滾死了 這樣就沒了 即是說 有一天 有一天 我遇到一隻鬼 有一天 有一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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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鬼請了我吃 阿瑪索買回來的咖喱 然後滾到身邊 反正 有一天 爸爸出去 然後他在雪山死了 這樣就算了 即是 他的劇情 理想 令到他的東西 很多東西 其實 我們代入不了 或者我們 投入不了 在故事劇情裡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禮詞給你聽 整套其實基本上 就是一堆這樣的轉折 一堆平平無奇的轉折 你以為很有爆點的展開 就發現其實沒問題的 我要給遊戲的幸福 然後接著 下一集裡面有什麼 遊戲內交給你 我放棄了 幾個爆點 不錯 我覺得說 你也真的是 那些沒事啊 那些狼人 我也是說 Cat Lafay也是一個演員 那些專業好不好 沒有啊 不過沒有啊 在這個大家 機械人 不過近年多了一點點 比較確求機械人的年代裡面 其實不是的 應該說現在 現階段其實 應該說這一代對機械人的需求 其實不高 我記得之前 河東昭義 寫明白外機 說現在這些年輕人是不看機械人的 現在機械人是老人看的 陰工 我們就是老人 不是這一個世代的人 他們喜歡 就是沒有一個可以帶起機械人潮流的事物出現 我不知道他們說 這套作為一個公積飯本的作品 我覺得說 對我來說 一個視點就是 如果聽眾對 自認為自己對機械人有很多認識 嘗試一下把他們全部挑出來 都是一種樂趣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